大家好,我叫潘尼克,我是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的学生,我学习八个月的中文,我很喜欢中文,也非常喜欢中国文化,所以今天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下我最喜欢的中国节日。 中秋节是中国文化传统节日中最古老,最重要的节日之一,农历八月十五日是中秋节,个人八元月是为团圆的象征,象征着与寂导的交融,象征着家庭的团趣和幸福。 首先,中秋节是出今秋,此时的大景然,美轮美奂,无与伦比,树叶呈现,出火红的色彩,又明亮的颜色,转点着周围的世界。 此时,此时漫步于公园,公园,森林里,会让人无比,心狂生疑。 其次,中秋节是家庭交流和团聚的珍贵时光。 在当今社会,随着网络的发展,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,中秋节提醒着这门家庭关系和传途文化的重要性。 在中秋节这一天,全家人会聚在一起,平常有病。 我在外上学,总是思念着家乡和亲人。 因此,中秋节对我而言也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。 中秋节是一天,全家人会聚在一起,平常有病。 中秋节是一天,全家人会聚在一起,平常有病。